由双北市多所大学学生会共同举办的双北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 今向民进党新北市长参选人苏真昌递交辩论邀请函 该论坛的主办单位也计划向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提出邀请 时代力量新北市三卢区议员参选人陈志明则在脸书分析先拿200万来 已读不回被搭闹场三种可能状况 七旭兰律师长参选人面对辩论接受年轻市民的提问 陈志明表示看到年轻学子站出来棒青年论坛 一方面感到开心表示年轻世代还没有对公共事务灰心 非常希望论坛能顺利举办一方面感到担心 毕竟关于市政对谈实力新北党部有些不太愉快的经验可以分享 陈志明根据过往实力新北党部向侯友宜苏真昌递交辩论邀请后的展 列出扩要黄国昌处来选新北市长在讨论的向谈市政 先拿200万出来 接下邀请后没有积极回应的第一时间说OK 之后就已读不回 以及被当成闹场 其他议员参选人肉身护驾 共三种可能状况 陈志明指出 新北面对这么多市政问题 包括高空屋高房价居住问题 深澳电厂空屋问题 NG路口林立的交通问题等等 市长参选人绝对有义务 在选前说清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 供市民显示 毕竟这些问题不是未来市长装聋作哑 就会自动消失的 呼吁侯友仪和苏贞昌 请诚恳接受年轻市民的提问 面对辩论别再打架球 由双北市多所大学学生会 共同举办的双北市长候选人青年论坛 向苏 侯递交辩论邀请函 时代力量新北市三卢区议员参选人 陈志明则在脸书分析三种可能状况 图本报资料照片 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